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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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向行政院提交宿院书 那当然现在关塘工业港跟工业区的环品案 已经是全国所瞩目的案件了 那这中间呢 种种的失格 瑕疵 是非常的明显的 那我们希望呢 行政院能够迷途吃反 如果说他们还是这样子迷不目 我们就会再往司法行政诉讼方向去走 就是我们想要说 虽然今天是提起宿院 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的希望 政府跟行政院能够主动的撤回这个案 就像当初森澳案 我们那时候也是提起了宿院 可是后来政府有考量到说民意的反弹 然后主动的撤掉 调申澳案 那我们想要说的是 现在政府的成员政策 既然是要提高天然气的占比 天然气接收站的选址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是有盖接收站就好 你刚在一个已经被学者批评 海上条件不佳 安全操作天数太短 然后腹地狭小 本来想盖九座厨槽 结果空间现在只能盖两座厨槽 目前通过的环瓶只能盖两座厨槽 将来如果还想要在海上填区 加盖厨槽还要另外做环瓶 到底技术可不可行 环境能不能容许 都还要重新评估 我们真的觉得对于能源转型 学在这里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方案 这里有国际IUCN 冰围物种 红肉阿基沙 我们还发现到全台湾第一笔的 小丘多彩海阔鱼 我们的环瓶完全不顾这些事实 按照数研法第九三条的规定 在符合下面四个要件的情况之下 它是可以停止执行的 第一个原刑政处分 它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如果执行了 这个藻礁就难以回复 第三个是有击破的一个形状 第四个就是开发的行为 它不是维护公共利益所必要 刘晓老师他说 如果开发导致不可逆的一个破坏 即使相关的一个官员 企业主管全部都下台 也不能弥补造成的伤害 行政院开发单位应该要体认 环平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防范在破坏之前 那另外 郑明修老师跟王介鞠老师 其实他都已经有强烈的一个质疑 这个案子一旦开发下去 整个找销的一个生态 是完全不可逆的 二级保育类小燕鸥的部分 他说本来在出场的地方 是他们狱窟的一个地点 而且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地点 他说只要移到北边一点 白玉藻礁的地方 他就可以继续完成他的这个狱窟 我问一下大家 如果你今天在养小孩的时候 旁边有工程车跑来跑去 进进出出 你会安心在那边 服育你的小孩吗 这样的逻辑跟当年白玉藤会转弯有什么差别 中油公司他在107年10月26号 已经将这个维港的一个新建工程发包 而且10月29号也公告该工程的一个绝标 另外11月7号的一个统包工程 也已经完成了绝标 大家就可以想见 我们的开发单位 我们的行政机关 他们是多么的想要 马上进场去制作 所以显然这样的一个行政处分 他的一个停止已经有急迫的一个情势 那我们这次数院的理由 大概包含几个项部分 这个关航工业区跟关航工业港 他都有填海照路的情形 但是他却是在关心藻礁野生动物保护区 五公里的范围 那依照相关的法令 保护区的五公里范围是不能填海照路 那我们认为这是明显违法 关航工业区跟关航工业港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里面有保育类的野生动物 包含柴山多杯孔 珊瑚跟小燕鸥 那我们认为如果继续开发 显然是违反野生动物保护区法 那这也是违法的 法案在最后一次会议的时候 临时决定 要把港湾的关航港的部分 往外移20公尺 那过去所有的评估 都没有针对关航港 如果往外移20公尺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态 或者是说将官的一些影响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完全没有评估 就临时决定外移20公尺 我们认为这也是 资讯不足的一个重大的瑕疵 本案事实上有非常多的事项 还没有离心就通过环评 那大家可以看到 最后一次会议的时候 事实上很多环评委员 即使他们没有出席 但他们还是非常关心这个案子 提出了非常多的具体的书面意见 质疑很多事情没有离心 那我们整理那些委员 所质疑的事项 包含事实上 后还有专家会议 曾经质疑的事情 包含这个案子事实上并没有进行秋冬季的藻类 全年度的调查 然后后还有没有针对 没有等到林务局的生态调查结果完成 就通过开发 那第三个 他的开发计划变更之后 还继续引用旧的模拟资料 显然也是不正确的 然后还有他没有依照法律 去进行一年度的 一年份的现况 现地调查 然后而且也没有就开发基地内的 保育 并为物种的分布 位置需求 生殖特性等 提供完整资料 那这种导教是否可以被取代 他也没有充分的资讯 那甚至有委员质疑 他对灾害的分析太过浅薄 还有调查的方法不佳 当初被申请回避的机关代表委员 他居然就是主席 李应元署长 他居然参与了回避审查 被申请回避人参与审查 而且在准博决定 就是他事后才寄那个 博回的处分给我们 但是当天 会议当天就已经通过表决 所以我们认为他在准博决定 做成前没有停止行政程序的进行 也是违法的 我们认为行政院长 他当初是用观塘换身奥 用观塘换身奥这样的做法 实际上我们认为是有违反法律上的 不当连结禁止的原则 因为两个是根本完全不相干的开发案 不应该用彼此交换的方式 我们认为这也是违法的 若年不策案 我们将来还是会继续 苏院行政诉讼一路打下去 但是我们真的非常希望 政府做决策的时候 要想长远一点 不要只是盖接收站 要在正确的地方盖接收站